俗语说得好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戏剧嘛 无非就是戏城转合 演员是怎样练成的呢 你可不 我要你呀 人家这样的东西 你都未必带来了 我们一起来挑战 解放天性 下雪啊 好美啊 原来是昨晚 不见的鲍鱼 好吃啊 冲啊 下着我的梦想冲啊 忍耐力大挑战 情绪控制考验 你们闻我吗 演技大考验 让我们一起通过这些考验 踏上成为演员的道路吧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临时演员都是演员来 一样是有生命 有灵魂的 演员对于我来说是很吸引的一个职业 虽然自己不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 但是呢也演过一些电视剧 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过很长期的系统的话剧方面的训练 没有演过戏 就是我很想去尝试 我喜欢演戏 但是很多时候不是很敢演 我们小时候已经有表演了 八半生啊 八碧云啊 其实这种天生的表演就这么简单 演戏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每个人可能只有一辈子的时间 在戏里面可以体验很多不同的人生 跟自己平时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人的人生 你能够在屏幕上表演一个更积极的完全不同的角色 其实这是有成立的一种享受 我觉得演技在生活当中的作用 周星石在喜剧之王里面已经有大量的采出 让对方抬起你的头的时候才讲 心灾不胜 我们以一种演员的一种身份去参与自己的生活 那么我们就能控制到我们的喜悦哀乐 但如何成为一个好的演员呢 其实我自己也在不断地学习当中 最有清楚的表演是从模仿开始 平时私底下也自己会模仿一些人 被队友一直在里笑说照镜子然后照自己啊多美对 其实我就是在看镜子里的自己有多美 因为有很多动作就要靠自己去照镜子去感觉 其实大家都这样 但为什么成功 要真真实实地去感受 你才能演绎出这个角色它的内核 自身阻止的一个提升 可以让你在你的舞台更加地有魅力 你比演员更能力去了解角色 更能力去了解这对话 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敬业 无论你是主角啊配角啊 主角就要完成导演安排给你的任务 完成剧本给你安排的决心 泪没关系 这种泪是开心的 就是觉得有在做事情 一直以来就是不管我在哪方面做努力 都是想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艺人 就是慢慢调教 互互自己的体验 对角色的划控 我相信他们的程度是 不重要 这一切的一切都基于我们对生活的理解 如果你把它无限拔高 那就是你对生活的一种修养 有种勇敢 方法快乐就要降临 也要起伏感 行程中好的再放弃 What you gonna do I'll be there for you 我们就这样看穿了 弄好就勇敢的气候 我利用 我拥有能飞的翅膀 没有阻挡 分开影响了所有的梦袋 就站起来 就动起来 We got the light 未来这一点一点展开 I'm not waiting to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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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Can't look me on baby We love it so much Cause baby we are about to shin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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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Just show yourself baby 我声音在我们的手上 算发起光头 Show yourself 双手展开影响未来 Show yourself 把挑战有多往后困难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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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Don't be on baby 秒针好目标向前进 I'm your baby be strong Baby we love you where we are Baby we love you where we are Never leave your mind Baby we gonna make it right In the future right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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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Don't be on baby 秒针好目标向前进 I'm your baby be strong I'm your baby be strong 非常感谢我们各位新梦学员 GNZ48的精彩演出 用流行的表达探索传承新路 各位亲爱的朋友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 意买相承之特别节目 新梦学院 我是你们的院长文浩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新梦学院的教导主任 谢谢老师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请出我们新梦学院的班主任 戏归老师 大家好 我是他们的班主任戏归 我的职责呢 就是做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确保他们能够顺利毕业 俗语说的好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戏剧嘛 无非就是起承转合 我希望我的每一位的学员 在起承转合之间 能收获自己人生的 最精彩的一面 上课 我们这节课的主题是 演技考验 中心思想是 修养 说的就是我们演员的自我修养 那到底我们这节课 又请来了哪一位导师呢 有请是我们这节课的导师 中国人还可以 在进 öl四明海 Hawaiianemas 他最awa 卓夫 为了 eigentlich target 然后为了 掌握 为了 ugly 所以我们你们修养 能看ATE 还是我们 repeat 我们中心里做 applic 就是我们的 新类的人 看到开头富贵老师的个人VCR的时候 觉得他是一个很严肃的老师 但是直到他登场的时候 才发现他非常的有趣 并且给我们带来很多欢笑 富贵老师就是他刚出场的时候 走着走着 然后就突然表演一下摔跤 就感觉他是一个会把生活 跟戏融为一体的一个人 富贵老师的第一印象 只有我以前在电视里面看过他 就很喜欢他 参加了一麦相声那个节目之后 我没有想到我会在现场念到他 第一印象就是觉得老师好像有点眼熟 然后还很逗 很浮夸 我对富贵老师的第一印象 就是小时候看他很多戏 什么七十二家房客 还有校口主 看到他很亲切 真人比上帝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富贵西洋菜 对 好 那么一开始要问一下富贵老师 因为我们知道 富贵老师呢演了很多的剧 都市校口主啊 七十二家房客 乘龙快乐等等等等 很知名的都市喜剧 但是呢我知道你之前是一名医生 对 就为什么从医生 又能够做成演员呢 其实我的身份比较复杂 我也是中药师 西药师 而且也是一个医生 哦 是不是说医生要演技的 哦 不用 就是安慰病人 对 安慰病人 他就快就垮掉了 就说 没事 没事 明天会好了 对 工理战术的医治 但是我们会安慰他 哎呀 这个你看病人 你看很快好的 你放心 好的 好的 我要好了 心理安慰 哦 你不能说 你这病人 你会好的 你放心 绝对没有问题 你这样 你在看 病人已经 我明白了 你医生真的是做不下去了 做不下去 所以才做演员 混不下去 好 那么这一堂课呢 欢迎李福哥老师做我们的导师 请入座 好 谢谢 我们都知道 福哥老师是一位很优秀的演员 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学员 除了唱歌跳舞 也特别喜欢演戏 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们在演戏方面有什么问题 赶紧来提问啦 圆圆先问 好 其实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我第一次拍了一个小片段呢 就是给自己拍了一个 类似于疲惫的东西 就是哭戏 就是我哭不出来 然后麻烦了哥哥 我滴了起码二十多边的眼药水 还是一滴它就掉下去 所以我想知道老师在演哭戏的时候 一般都是怎么样 让他能够自然地真情流露呢 我想哭 但是哭不出来 来啊 请相调了 分坑 这时候我要戴上我的眼镜 你应该是演喜剧的吧 把我的偶像派的脸遮一下 像老师了 其实在哭戏 别说你问 全世界 考艺校的每一个同学都要问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 第一 检查自己有没有戴隐形眼镜 有什么影响啊 大人还抽什么水啊 大人眼镜是流不了眼泪的 真的吗 第二个 其实关于这个是需要系统的训练 首先我带了一个诀窍 马上进入戏的 你就想象你人生里面最悲惨的一段经历 你就想出来 嗯 又想着 好惨 想啊 想就哭 来 来一下 如果我的 我买的一个特别喜欢的东西 如果它突然掉了或者丢失了 或者我 怎么了 我就会很难过 但只是一时很悲惨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忘记了 就是来得快去得快 所以我没有办法回想那一杯 伤得马上哭出来 所以你如果手机掉地上 你就哭了是吧 会 但是过后我就忘了 那你把手机拿给我 我拿回就要看你 我让你嚎啕大哭 我想问老师怎么样才能演好戏 你有没有演戏的天分 如果你没有这个天分 快走 别再从事 因为我说从事艺术 艺术的 绘画艺术 音乐艺术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学音乐 学音乐 但是真正成为大师只有一个 天分 大家都是一个学校毕业的 为什么最后成为一个一个人才 就看你的天分 表演是靠基础加天分 我想问一下 怎么样才算有天分的演员 怎么看得出来 天分 其实我有一套的 我会看眼睛 我从那眼睛会读到 你会不会吃这行饭 闹闹有没有天分 副歌老师走过去 帮他们看一下眼睛 院长自己 看一声 就看一下闹闹有没有演戏的天分 有没有天分 有 有 谢谢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他有了 真正一个好的演员的苗子 他的眼睛会吃人的 他吃掉你了吗 他要争复我的欲望 真的 他被你吓得不敢动了 你看 我觉得这一方面呢 多点演 多点去拿舞台经验 你会慢慢把你内心 那股欲望 你真正走的路会全部表现出来 按不住的 用脚 用身体 用石头 是不会按住你 你一定要碰发出来的 对 那有没有同学觉得 唱歌跳舞演戏 第三样东西里面是演戏是最难的 有没有 有 你会这样子认为 因为 我觉得演戏 首先最基础的除了肢体之外 还有语言嘛 嗯 然后我就觉得 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 那怎么办 还可以啊 你的普通话不好吗 真的吗 你听一下富贵老师的普通话 你的普通话够我烂的吗 哈哈哈 有配音嘛 其实他说了一句我很认同 对 你首先说肢体 对 如果我教表演 我绝不会教你语言 教你怎么表 我首先会训练你的肢体 解放天性 有主要的一条 肢体的解放 好 刚才我们富贵老师说到很关键的四个字 解放天性 我们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课前准备 解放天性 解放天性 解放天性考核规则 老师随机说出情景 学员同时进行无实物表演 好今天第一组的学员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呢会有李富贵老师随机出题 你们听到题目之后马上开始无实物表演 OK吗 OK 好 时间交给你了 OK 好现在 来了吗 有一天 在家里 做着事 突然间 很冷啊 色色发抖 打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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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雪了 哇 好美啊 南方六月下雪了 很开心啊 我要出门 堆个雪原 冲出去 走 不然踩到了 昨天吃剩的鲍鱼摔倒了 哎呦好疼啊 哈哈 这时候突然间帮主任过来了 把他们拉起来 起来 起来 哈哈 好 好 啊 这个 剧情很曲折的一个表演 其实说解放天心他们还需要解放吗 哈哈哈哈 他比我还解放 我还坐着他们一摸屎 等一下你在他们那个年龄 对啊 对啊 我就一个真是大猪头一样 大猪头一样 我真的 我跟他们比真的没法比 我刚才看到你说的第一句 在家里 对 然后瑞子就躺下睡觉了 你在家就只会睡觉吗 嗯 第一个想到的在家经常做的事 确实是睡觉 哦 闹闹呢 对 坐着玩手机 玩手机 佳音呢 我有时候会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然后就会站在那里想自己该干嘛 所以我就站在那里想自己该干嘛 嗯 思想者 我的话就是在家坐在沙发上弄猫 好 有一只猫 所以李富贵老师觉得他们四位刚才的表现怎么样 其实在表演里面 你们做的也很精彩 其实表演的第一条 本能反应 好像我现在 再出一个题目 剪钱 哇 你看 看到速度好快啊 就本能 我告诉你 你们可能一考的时候会考这题 但是你看 这个就本能反应 我做老师我绝对会收他的 真的 好那谢谢四位同学 谢谢谢谢 谢谢 刚才四位同学的表现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他们引力出了一个新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 卖女孩的小火柴梦到了自己 被碰瓷 卖女孩的小火柴 卖女孩的小火柴遇到了什么来着 那根火柴有什么故事呢 卖火柴的小女孩梦到自己被碰瓷了 哦 梦到自己打开家门 然后被车撞了 碰瓷倒地 那种感觉 他们很厉害 你们演出了新的高度 我已经感到我们的 演技感人 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演的就比他们好呢 我觉得我会比他们演的好 好靳雯请出列 靳雯请出列 靳雯请出列 没有这个环节了 不然间加的 OK 立一下 我好爱 试一下啊 为了公平起见 大概主线也差不多 但是我会变化 OK 来 好 现在 清晨小聊在窗外窗 我醒了 睡醒了 擦一擦满脸眼神的眼睛 抠一抠鼻子里的酒 哎呀 今天我打算不刷牙就出门 突然间 怎么这么冷啊 哎呦 好冷啊 哎呦 冷啊 冷啊 打开窗 哎呦 下雪了 开心 我要出去玩 突然间踩到了东西 哎呦 你看 拿起来 哇 原来是昨晚不见的鲍鱼 好吃啊 吃了 哇 享受这鲍鱼的味道吃 哎 怎么变味了 哎呦 原来是 小狗拉的便便 变成了喜剧 好 谢谢 谢谢奸文 不错啊 它确实是好一点哦 啊 真的啊 对 对 其实表演最主要的是 既有喜剧效果 但要保持自己的风格 而不是优雅 那接下来的这一组同学 能不能表现得更好呢 好 我们有请佩佩 林芝 大小桥 邀请 好 音乐 好 早上 男虫 起床啦 很累啊 伸个懒腰 不行 太累了 我要睡一觉 再睡一觉 好 打起避寒啊 避寒 啊 这时候 我梦见自己成为了一个 拯救世界的奥特曼 足球 我要拯救世界 冲啊 向着我的梦想 冲啊 这个时候 我又梦见自己是一个 老太婆 我已经 我已经九十多岁了 拖着残缺的身体 跑起了一个小步 跑起了一个小步 不是 我是一个大力士 我要举起 一千多斤的 爽啊 突然间妈妈叫了 哎 起床 妈妈 我就发了梦 好吧 还需要继续一个苦老的一天 好 谢谢 啊 哇 这个富贵老师出的题真是 跳跃性很大 天马行空 一定要 首先要解题你才能做好答题的工作 他其实说的好多东西你可能会觉得很天马行空很跳跃 但是他其实是有过程的 有转折 这就是表演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轩轩 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很好的利用了空间感 对 很好利用空间感 特别是小乔 刚刚说到自己变成了一个 奥特曼 奥特曼的时候 他围着我们 这边转了一圈 然后最后又回到了中心 对 他就是奥特曼 小乔我问一下你做梦会梦游吗 我可能说梦话 但是我不梦游 哦不对 我不知道自己梦不梦游 你知道你自己说过什么梦话吗 就我记得以前在寄宿学校嘛 然后我和大乔就在梦里对话 哇 他们有证据 在梦里对话 你们互相怎么知道的呢 就他们跟我们说的 他们是谁啊 同学了 同学 哦 在梦里对话 好神奇啊 很有礼貌 那估计跟他们同一个宿舍的那位同学吓得够呛啊 还有回应 他们有三个人 就不孤单 虽然会吓得 好 谢谢 问一下李富贵老师 觉得刚才这一组的同学表现得怎么样 其实 你们在解放天心方面我不再说了 其实在表演的这一番呢 首先 其实我们说对表演有敬畏 其实 你要尊重这个角色 但是今天呢是什么 这个是综艺节目 我们必须要玩得开 其实我跟你说 你首先要把自己对表演是玩 你必须要迈进这一步 你再慢慢去进行说 我去塑造角色 这是后话 但是你今天的表演我就很惊喜 这每一个人都是很有创作力 就是说基本上你们不做演员可以做编剧 你们会把情景可以把很多的幻想想出来 这是我说表演一定要幻想 谁会幻想 谢谢老师 谢谢 我相信呢如果一个演员能够演好这个角色 首先呢他要理解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 所以在理解这个内心世界的同时呢 自己的一个应该说忍耐力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接下来啊我们这个小考 就要考验各位的忍耐力 马上进入接下来的忍耐力大挑战 忍耐力大挑战考核规则 八位学员进行别校挑战 挑战失败的学员要到半球去 用道具半球之后重新做到座位上 以此类推 最后一位别校成功的学员将获得最终的胜利 我觉得开始之前你们可以先笑一下 放松一下 刚才在第一轮都已经经过富贵导师的训练 尽量释放出自己的天性 对 所以我希望他们在第二阶段能够再往上提升一下 我觉得有人已经快点不住了 三 二 一 开始 go 首先 互相来逗一下 林芝刚才差一点 他现在在反击了林芝 然后立佳抛了个面眼 然后呢闹闹是斗鸡眼 没有没有他还是可控嘛 我们现在就他们就忍不住 边缘啦林芝边缘啦 院长宣布 接下来的环节进入 互看环节 两两对望 两两对个望 对 看着不能动不能动手 好 林芝进去 林芝进去 坐下去 坐下继续 两两对看 哈哈哈哈 我的 里面还在笑 听到那个哮喘的声 没有 杀鹅啊 哦 屠宰场 后面是 好 你坐 你坐下就行 哈哈哈哈 佩佩进去 来 你坐好 坐好 两脚坐好 两脚坐好 不能动 听指挥 不能动 不能动 来 来 坐好 坐好 好 接下来 来 各位同学睁大眼睛 装扮完了同学默默地坐在座位就行了 好 来 坐好 坐好 佩佩坐好 有请其他同学看一看佩佩 看着佩佩 不能闭眼 佩佩没表情不能笑 要很正经的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啊 啊 佳音请进去 佳音进去 佳音进去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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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佩佩 你的内内丑毛放好 哈哈 放回鼻子那里面去 哈哈哈哈 哈哈 南桥进去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我 现在他们想包夹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现在场上只剩下锐子 闹闹和唐力佳 先坐回自己位置上 对 先坐回位置上 看左边 好 来 哈哈 哈哈 坐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接下来看一下佩佩 哈哈哈 闹闹进去 要么是丽佳 要么是瑞子 看着凉胶 视线不能转移 好 现在突然间转上佳音 看佳音 佳音转 把脸转向左边 看这边 好 不错 表现得不错 来 先坐好 坐好 现在我有请唐力佳跟瑞子坐在一起 来 你们一起坐过去 看过来 睁眼 好 接下来 我们一个一个来 你们两个站起来 瑞子 看过来 看看凌佳佩的鼻毛 好 恭喜唐力佳获胜 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哇 好厉害啊 天呐 我都忍不住 你这个毛喷的真是绝了 我一直说 你毛不是绝了 好 来 你们先坐好 先坐好 先问一下各位同学们 你们觉得刚才他们表现怎么样 表扬一个人就是佩佩 因为他成功十多次 最后这几个人全是 全是被他的鼻毛喷出来而笑的 因为他每次 就是他的那个鼻毛特别抢戏 我就觉得他很厉害 就是他们不笑僵持 僵持的时候他一喷 然后我们都笑了 我自己都很激动在后面 我自己都笑喷了 对 他那个鼻毛有一段时间 是掉到牙齿里 没有看到 他那个 太绝了 那个 好 来 加音 我好想问瑞子的脸还好吗 他刚才一想笑 啪的给自己一巴掌 我看得 心动魄的 对 瑞子又扇自己的脸 又扎自己的腿 好狠啊 因为我觉得 女人不狠 地位不稳 哦呀 你的地位相当稳 地位不稳 慧玲 我觉得闹闹这个出场 真的 太绝了 小心点 安全安全 然后我就真的佩佩 起了强大的重点 佩佩在我们那里 也是出了名的 大家看到他的脸 就想笑得 累死 啊 真的啊 他的脸真的有那么好笑吗 你看久了 他那个牙是 哦 是这样子 有个牙套对不对 你现在能说话吗佩佩 你的鼻毛又掉了 林芝已经自己笑到 把自己的爆牙都给碰出来了 林芝要有什么想说的 如果我 就是如果我不是 林芝会跟我面对面 我就不会听一个声 哦 你输的原因是因为坐在林家沛的旁边 他一看向我 我就觉得 我 真是太好笑了 对不对 你看他现在 来 这样还是要邀请林家沛 现在 你对着镜头自我介绍一下 说完整啊 说完整啊 嗯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今天去附列的里面会 好 这些都就来看 音乐相成的节目 我感到 非常的勇训 佳佩你要记得 刚才那个片段 是你以后整个余生 都极力想删除的片段 然后 就听一下李富贵老师 对他们刚才表现的点 我说忍赖 其实在表演里面叫自控 嗯 自控能力 因为 因为当对手 表演一些很深情的戏的话 这时候求爱的时候 坦白 亲爱的 对不起 我今天 抱了两滴暗窗 你能吻我吗 这时候你不能笑 不行我笑 一笑就惨了 这就是你的自控能力 是吧 因为其实自控能力 在表演上来说 归根到底 它就是我们想象力的一种 嗯 你能想象到自己 无限强大的时候 你就可以达到任何程度的自控 对 对 那个梁娇你先把脸转到右边去 你不要看着我们 我看你这张脸 我看你这张脸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要笑 好辛苦 你知道吗 本来自控能力就不好 要不然我改行去当演员了 你知道吗 教导主任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想说 对 那个梁娇先把脸转 对 对 最自控是主任的 那这样子刚才呢 这个富贵老师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呢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对这个演戏 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那么说到自控能力呢 演员他在这个情绪方面呢 更是要有把控力 对 所以 接下来我们进行这个随堂小考 可以说是更加的严格 通过一些经典的电影片段 大家要表现出不同的情绪 我们会把这些片段做一个颠覆性的处理 我们有要求的 要求你来说 对 就比如说一些片段的话 大家是耳熟能详的 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要用 要求大家用另外一种情绪 另外一种表达出来 听起来都好难呢 那事不宜迟 赶紧进入 演技大考验考核规则 学员要以不同的情绪 演绎经典电影片段 由导师来决定 谁的演技更好 首先出场的我选是瑞子跟闹闹 OK 有请两位 请听题要求瑞子以撒娇的方式 演绎刘德华 闹闹以伤心的情绪饰演 梁朝伟请开始 挺利索的吗 我也读过锦绍 你们这些 你们这些卧底 真有意思 老是在天台约见面 我不像你 我光明真大 我要的东西呢 人家就要的东西 你都未必带来呢 什么意思啊 你说眼神太阳吧 给我个机会 怎么给你机会啊 我也好伤心哦 曾经 我没得选择 嗯 可是现在 人家想做一个好人 好 那你跟法官是讲吧 看他给不给你机会啊 嗯 你是要人家死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警察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对啊 哇 哇 哇 谢谢 请回座位 好了 其他同学 有什么要表达一下意见的吗 感觉他们演出了一部新的剧 就是爱情剧 真的我在刚才看的时候 恍惚之间也有看爱情电影的感觉 真的吗 谢谢抬爱 好像一对情侣要分手 然后一个要求她 一个再调戏她 一个再挽回啊 然后依依不舍 对 回忆过去美好 那他们演得怎么样 我们要问另外一个演员 舒淇 我觉得他们演得很好 特别是我看到了闹闹后面 眼中泛的泪光 她竟然 她竟然 看到这样子的瑞子 还能散着泪光 他们是非常之优秀 其实她用了自控 你看两个完全不搭调的情绪 在演绎 首先她默契 很默契 真的 真厉害 一个就是 两个情绪不搭调的 真能表演这么好 第二个就是 那个卢静是吧 演后面那个 被整天把手遮到脸上 不是吧 缺这个减分的 在舞台剧要哭 也要把脸露出来 还有一个呢 缺点一点高潮 结束的时候 喊出来 我也是警察 哇 就有个完美完美的结局 知道吗 谢谢老师 都是干货 对对对 谢谢福哥老师 谢谢老师 班主任 下一组是谁呢 林芝跟佩佩 请听题 林芝要狂怒版的周星驰 佩佩扮演崩溃版的张博之 请开始 喂 干什么啊 走啊 是啊 去干嘛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啊 不上班行不行啊 不上班你养我啊 不上班啊 不上班啊 啊 又怎么了 我吓你呀 你先闲着好自己先啦 傻子 哈哈哈 好 啊 少宅 好 谢谢 加持加持 一瞬间我真的有起鸡皮疙瘩 我好喜欢林芝你那个 你的粉丝看了这期节目以后 学到这个标志性的动作 其实我觉得林芝OK 素描性很强 可能也是本身他性格就这样 就是很男子的性格 但是我说舞台就这么短 几分钟的戏 必须把性格爆出来 你的任务是什么 崩溃 你知道崩溃就是什么 所以说这一分钟你必须把崩溃表演出来 其实你的戏 在电影上也是没问题 但是在这里在这个舞台 在这个命题里 你还没有完成任务 因为崩溃确实很难演 对啊 崩溃就是你在自己控制的范围之内 你表演失控嘛 对啊 所以他是本身这个题目 对于他来说 是这个挑战 难度是会比对手高的 对对 好 谢谢给你掌声当面 好 不错啊 请回座 接下来是姐妹花大乔小乔 请听题 小乔要扮演咆哮版的敖饼 大乔饰演甜美版的哪吒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哈哈 你怎么不弄哈哈哈哈 没没事没事 沙子里面进眼睛了 是眼睛里面进沙子了吧 让我看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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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被人去到家了 从好了好了 从小到大 除了娘 还是第一个陪我提剑子的人呢 嗯 嗯 嗯 你在害什么修 哈哈哈哈 你不是要给我海螺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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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都知道了 听见这个海螺声 以后我就一定来陪你踢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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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对了我叫熬柄你呢 我 我叫哪吒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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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谢谢 对比前面几組 我觉得他们的爱情更加的真挚 而且已经上了 前面的爱情太虚伪了吗 不是他们已经上了到感觉是那种 已经结了婚的 因为就是那个是 敖饼跟哪吒结婚 前面是梁朝伟和刘德华 你要结婚吗 敖饼那个一股气势 就像那种八指状态说 鸟子我回来了 就感觉就是跟他 已经有了很深的关系 其实真的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现在看什么都像爱情片 没有我就是被他们的演技所感染了 我真的觉得他们 前面几组和他们都演得很不错 真的 好谢谢 问题啊 刚才我们是搞一个是专注吗 其实别受旁边人的影响 人家笑你不能笑 一笑了我们就说笑场 就是一个失败的表演 不能笑 第二个表演有两种 一种是一个符号 你作为一个梁朝你是敖饼吗 你可以用一些符号 包括你可以放大 说一句 你叫什么 动作 你经常用这个动作 把这个敖饼的一个性格表现出来 就等于一个特色的人物 一定要有一些特色的动作的设计 让观众深刻印象 好的 谢谢福哥老师 谢谢大小乔 接下来有请到的是 丽佳还有佳音 丽佳要饰演温柔版的大圣 而佳音要饰演不屑版的小屁孩 江流儿 你这小屁孩 叽叽喳喳跟俺老孙一路 俺老孙脑壳都被你吵炸了 能不能安静点啊 以后不许再提君故邦的事了 好好 大圣啊 二郎神真的有三只眼睛吗 哇 厉害呢 厉害 大圣啊 大圣啊 距离神的力气啊 是不是也很大 那四大天王是兄弟咩 是钱耶 那勒扎是男生啊 是女的 那拖塔天王到底有没有塔呀 哎呀没有没有 那塔里到底有没有人啊 哎呀还是没有 哎呀还是没有 没有啊 最后一幕是远去的背影 对 然后就从此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对 然后新闻又看出爱情片的感觉了吗 爱情片 爱情片 他们看到我爱情破裂后的样子 哈哈哈 佳音我想问你的那个处理的演绎的方式 你觉得那个不屑就 就其实代表什么 不看 嗯就是 比较不愿意搭理 哦爱理不理 对 哦就不屑 半主任你理解的不屑应该是怎么样 我觉得他演出来的不像不屑啊 像自暴自弃啊 哈哈哈 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所有学员都完成了他们的考核 那接下来呢院长想临时加一个任务给我们的导师 嗯 我们要想看看导师演刚才我们学员演的那些戏 演不演得好 你们想看吗 想 要同样的考题 对 是吧 这样子才有可比性 那我就院长就自作主张 帮你们选一段 就有请李富贵老师演绎喜剧之王 哇 你的搭档我也帮你选好了 哈哈哈 班主任戏归 哇 哈哈哈 我告诉你 这跟演技是没关系 啊 这就是一个完全是疯狂的舞台剧 那试一下吧 那试一下吧 喂 怎么了 你干什么呀 哈哈哈 死去哪儿啊 死去哪儿啊 回家啊 跟着呀 上班了 啊 啊 啊 可不可以应发呀 啊 赤 不单功你养我啊 啊 啊 我 我 约你 赤 碎鬼 对 鼓励我们继续演 鼓励一下我们一对新人 对啊 新的CP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有请李富贵老师 在我们今天的学员当中 选出一位优秀学员 娜娜 哇 很干脆很直接选到了 娜娜 恭喜颁发这个权杖 给今天的优秀学员娜娜 来富贵老师说两句 为什么我会帮给他 因为两个根本不着调的 两个人的性格 去演一场戏是很难的 就是我跟你说 深情的东西 你就是傻乎乎的 演绎一个很上的一个人 就是很难入戏 但是你能够跟他 两个不同性格能走在一起 不同戏路的走在一起 能够很完美联合在一起 其实真的很难的 这很难 所以说我把这个奖 颁给你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那那也说两句 其实就是拿到这个奖 其实对于这个奖 对于我来说 比这个奖更重要的东西 其实是老师的话 就是老师今天教会了我们很多 他是真的在用心在教我们 然后我也从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然后希望以后不管是我 还是我的队友们都可以往演戏这条路上好好发展 好的 那祝你们发展的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 请回座 谢谢 谢谢老师 李富贵老师是一个好老师 因为他今天教了我们好多好多 就给我们感觉人生上了一堂课的感觉 就可能真的会对我以后这个道路有所影响吧 我相信呢 今天在场的所有学员都上了一堂很好的演员的自我修养课 那么也收获了很多 所以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意脉心语环节 有请李富贵老师一步到我们留言区写下今天的金句 有请 这就是欲不夺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义 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一个欲 很淳朴的欲 如果不雕夺 它不会成才 我寄完给各位学生 谢谢 那么正所谓呢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我觉得一个让人记忆非常深刻的角色 还有这个精彩的表演背后 也一定是常年累月的深入的研究 还有积累 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素养 才能够创造出更高的艺术价值 是的 今天我们的班主任也说到了 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 所以我在这里也希望各位在充满戏份的生活里面 寻找到自己的那份感动和真振 努力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意脉相承特别节目 新梦学院的这堂课接近尾声了 在这里院长宣布下课 起立 谢谢老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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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